继续要来关心桃园复兴山区 在7号下午发生了土石边坡有崩塌的现象 大量土石夹带树枝冲进民宅 让村内13人紧急被撤离 另外南投谷信乡在7号凌晨严重走山 边坡路基整片滑落到南港溪 事发当下居民被轰然巨像给吓醒 在天亮之后外出查看 才发现平常他们通行的道路已经不见了一大半 电线杆也被拦腰折断 变电箱还爆炸 现在路段又停电 村民生活面临大麻烦 空拍镜头下山区中两条道路拦腰断裂 再往下看泥土里除了混着树枝碎石 还有破碎路面 下方就是湍急溪水 掩开马路上还有车辆准备通过 就怕用路人一个不注意冲进土石里 天亮了 碰一声 那个电筒爆炸 我们以为是那个雷光闪电 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来到这里都不能过了 凌晨一阵轰然巨响 附近村民财经绝大事不妙 家门外马路不见一大劫变成深谷 崩塌面积长高 突固各有70公尺 残存道路也倾斜军裂 随时可能崩塌 而周边电线杆也被折断 变电设施甚至爆炸 难逃崩塌威胁 靠北路要天空就忘了 路段走山又停电居民生活遇上大麻烦 单头国信乡大石村 7号凌晨出现走山灾情 疑似因为近期地震 土石松动又不堪雨 但袭击路基边坡整片滑落到南港溪 临近20多户村民 外出工作道路被吞没 这下得多花一个多小时 改绕山区农路 我们可能在这一两天之内 就会把便道开完 开电就会在这边架设电感 大量土石混着断裂树干淹没马路 土石堆积最高超过一层楼 范围绵延20公尺 临近的中疗香山区 7号也发生摊坊 由于这里是附近村落 唯一的连外道路 地面二三十户居民 暂时无法进出 土石夹带树枝 重入民宅后方 桃园复兴山区 也因为连日好雨 边坡崩塌 影响六户民宅 一共13人撤离 到附近的小屋来山庄 幸好无人伤亡 近日大雨 加上地震频传 山区路段危机四伏 用入人海耀 特别当心 借曾若晨 林苏强南投桃园仓报道